占地有18公頃的東山河森林公園將在9月來正式開園 配合森林公園的開園 縣政府預計招募解說服務以及棲地管理志工各市15名 並且從即日起到3月1日來受理報名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踴躍來報名 民國87年開始規劃建設的東山河森林公園 總面積約有18公頃 園區內規劃有草皮游戲區 葛瑪蘭家屋 自行車聯絡道 蝴蝶步道等等 將在9月正式開園 配合森林公園的開幕 縣政府預計招募解說服務和棲地管理志工各45名 並從即日起受理報名到3月1日截止 縣政府會因應森林公園即將開園做準備 那會招募兩組志工 一個是解說服務組 一個是棲地管組 各組會招募45名 解說服務的部分是導覽解說 遊客的一個諮詢 還有課程的發展 那氣地管理組的部分是由 環境管理報名時間從即日起到3月1日 希望有志的夥伴能加入我們這個行業 那相關的資訊可以在我們宜蘭縣政府的全球資訊網 以及東山河森林公園的部落格裡面來下載 縣政府也會開辦相關培訓課程 來加強志工的專業知識 希望喜歡自然生態的朋友踴躍報名 相關的資訊可以上宜蘭縣政府全球資訊網 或者是東山河森林公園部落格來查詢 宜蘭新聞記者LINE福星採訪報導 えー世界訊欲宇 claw 不錯 那麼多人 下載 下載 下載